这是一座阴森诡异的山峰 香船里面住着一只恐怖的怪物 然而三名壮汉偏偏不信邪 非要来这里一探究竟 只是人还没进山洞 几人就被吓了一跳 弗拉德认为蝙蝠在白天不会触摸 这肯定是被某些事物给惊扰到了 当即拔出配件 准备进去一探究竟 手下点燃火把 小心观察着四周 而地上破损的盔甲 出现在几人的眼前 就在他们断定怪物 视人为散播的谣言之时 弗拉德发现了地上被碾成碎渣的人骨 再看看前方满是骨骸的角落 这让几人又开始相信了所谓的谣言 然而就在他们考虑是否继续探查之际 黑暗中的双眸 确实将几人牢牢锁定 此时想跑已是为时已晚 怪物再次轻松击杀一人 虽然被弗拉德挥出的一箭划伤 但弗拉德也被一巴掌给拍飞 看着怪物慢慢朝着自己靠近 弗拉德捡起掉落的配件 没想到怪物却是退缩了 并慢慢消失在黑暗之中 这让弗拉德也是搞不清状况 难不成他是害怕手中的长剑 只是长剑上沾染的怪物血液 遇到阳光却是诡异的慢慢消散 由于来不及思考太多 弗拉德策马奔腾离开此处 转眼他来到德古拉城堡 而弗拉德正是城堡的主人 同时也是特兰尼西亚的王子 他来到教堂找到神父 并说明刚才遇到怪物的经历 而神父根据弗拉德的描述 断定这头怪物就是吸血鬼 吸血鬼一词源自古希腊语 单名一个影子 他有着人类的外形 是从地狱里召唤出来的恶魔 为了获得黑暗力量 他与魔鬼达成交易 魔鬼虽然满足了他对力量的渴望 但弱点是只能栖身于黑暗中 难怪弗拉德刚才能躲过一劫 原来是吸血鬼害怕阳光的照射 了解完这一切 神父再次告诉他一个关于吸血鬼的秘密 这让他不禁陷入了沉思之中 隔天他盛装出席复活节盛宴 在与臣民共同欢庆节日之时 土耳其的将军哈姆却是不请自来 他来这里是要传达土耳其苏丹的旨意 这个苏丹类似于皇帝的称号 是土耳其的最高统治者 弗拉德听闻是要收取供体 当即让士兵搬来早已准备好的银币 但哈姆却并不满足 要钱也就算了 还要提供一千名少年去充当土耳其的军力 这彻底激怒了就不甘的弗拉德 没有自保的武装力量 就连对方的一名将军 也敢轻视堂堂一国之军 一旁大臣看出弗拉德的愤怒 随即上前劝阻 为了救下这一千名少年 弗拉德选择了忍气吞声 转眼他来到土耳其的军营 只是面对这帮无理且凶悍的士兵 弗拉德并不感到畏惧 在他还是少年的时候 他曾以皇家质子的身份 在这里摸爬滚打 早已练就不俗的格斗技巧 同时与曾经的土耳其王子 也就是现在的苏丹群同手足 为了能豁免一千名少年 他开口请求免去这一项拿贡 然而不提还好 提完后苏丹不光要这一千人 同时还要弗拉德的儿子过来做质子 曾经的友谊说翻就翻 这不是苏丹变了 而是他的位置变了 眼下的他雄心壮志 只有不断扩充兵力 他才能有实力争霸欧洲 即使弗拉德想代替一千名少年作战 但依旧是遭到了苏丹的拒绝 强行逼迫签下纳贡协议 这一刻他们之间的友谊 就此走向了决裂 虽然内心很是不愤 但弗拉德只能选择屈服 毕竟他只是一个小国之王 他交出儿子一国 以保国家和人民的安全 就在他与哈姆交接之际 不料这家伙再次出言挑衅 面子和李子总要有一样 可是土耳其实在欺人太甚 弗拉德当即改变主意 他让儿子返回母亲的身边 刚才那份不甘的屈服 转而成了愤怒的对决 如此一来 一场实力相差悬殊的战争 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但弗拉德并非一时冲动 他先是让护卫带着妻儿返回城堡 随后独自策马朝着深山吉池 原来神父告诉过他一则密文 吸血鬼躲在深山并非是永久的 只要他找到了替代者 那他就能重获自由 为了能获得力量抵抗苏丹大军 弗拉德再次爬上 让他落荒而逃的断崖山 点上火把来到山洞深处 吸血鬼便再次将他锁定 只是一个瞬间 他就出现在弗拉德跟前 如此近距离接触 但弗拉德并没有落荒而逃 弗拉德趁机说明自己的来由 没想到吸血鬼却是痛快地答应了下来 他咬破手腕放出鲜血 一旦将他喝下去 弗拉德就会得到黑暗力量 从此就会对人血的渴望贪求无厌 如果能坚持忍耐三天不吸食人血 不光会得到黑暗力量 同时还能恢复凡人之身 弗拉德只是犹豫片刻 他便将鲜血一饮而尽 然而只是片刻功夫 他就尝到了身体发生变化后的痛苦 直至他无法忍受的就此晕厥了过去 转眼他在附近的河流中苏醒 身体上没有任何变化 就是手上的银戒指让他十分不舒服 他将戒指摘下来扔到一边 只是双手撑地起身的一刻 石块被他生生压碎 手掌背割出的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愈合 然而这还没完 附近蜘蛛捕食的动静 他也能听得一清二楚 远处森林中的野兽 同样能近收眼下 就连乌鱼密布后的星空 他也能看得明明白白 这一刻的弗拉德 总算是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之际 他听到了城堡方向传来的动静 猜测一定是苏丹在派兵攻城 弗拉德急速朝着城堡奔跑 然而再次解锁一种黑暗力量 让他化作一团蝙蝠朝着远处飞去 一千名士兵欲要攻占城堡 可对方却只派出一人迎战 而他就是刚刚获得黑暗力量的弗拉德 只见他攥紧拳头不怒自威 面对士兵劈来的长刀 弗拉德一声咆哮阵龙发聩 他冲入敌军横冲直撞 紧凭双手便大杀四方 然而敌军数量实在太多 不得已幻化成蝙蝠在战场上穿梭 即使有士兵靠近 他也能靠着顺移之速击杀对方 如此手起刀落一直持续了几个时辰 这千人士兵全都战死 反观弗拉德本人 即使身上有伤 他也能快速愈合 而这就是黑暗力量带给他的好处 只是杀了土耳其一千士兵 他担心会迎来更加疯狂的报复 随即带领全城百姓 立即朝着山巅上的修道院前进 这样土耳其的大炮就派不上用场 只是此间距离有一天的路程 百姓在途中歇脚之际 弗拉德看着手下大口躲移 这让他隐约有些不舒服 独自来到灵间调整 背后却是悄悄走出一神秘人 他知道弗拉德是想吸食鲜血 拿出匕首割破手掌 装满血液的容器送到弗拉德跟前 但他并没有将其喝下 因为吸血鬼师祖告诉过他 只要忍耐三天 弗拉德就可以恢复成正常人 而神秘人如此怂恿他喝下鲜血 或许他就是吸血鬼十足的仆从 看着眼前的鲜血不敢引用 这让弗拉德心中的欲望变得愈发强烈 转眼他独自躲在营帐角落发抖 靠着意念抵挡欲望的侵蚀 可他的妻子马瑞还是发现了端倪 看着他身上的伤疤全都消失不见 弗拉德知道再也瞒不住了 他划破营帐的一角 而阳光让他的皮肤开始慢慢溃散 得知了事情的全部真相 马瑞开始心疼丈夫所做的一切 由于弗拉德不能在白天现身 马瑞便找了个理由 让心腹带领百姓继续赶路 直到夜间快要抵达修道院 可是林中确实出现一只土耳其的侦察兵 他们的任务是抓住王后和王子 只是他们刚一露面 弗拉德就追打过来 他化身蝙蝠击杀侦察兵 鬼魅般的攻击方式 让他们根本没有反手之力 如此便成功进入了修道院 只是侦察兵被灭的消息传到土耳其 苏丹得知弗拉德已经变成了怪物 但他并没有因此作罢 反而是派出十万大军准备亲自出征 但是为了让士兵消除恐惧 他让每个人用布条蒙住双眼 这是要以数量上的优势 彻底吞并弗拉德的王国 然而还没等他出手 弗拉德这边就出现了危机 百姓听闻他们的王子已经变成了怪物 害怕王子会因此分不清敌友 他们打算用火将帐篷中的弗拉德烧死 毫无防备的弗拉德 在烈火中发出凄凉的惨叫声 愤怒让他的黑暗力量爆发 有了乌云遮挡阳光 他才从火海中走了出来 只是面对这帮不知道感恩的百姓 弗拉德也只是将他们口头教训了一顿 还是妻子马瑞不断安抚 弗拉德的愤怒这才慢慢消散 随后独自来到教堂 祈祷自己能度过这三天时间 这样他就能恢复成正常人 只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的儿子衣果虽小 但他明白父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大家 这让弗拉德的内心很是欣慰 眼看还剩明天最后一天 可是土耳其的十万大军 已朝着修道院慢慢逼近 看着乌泱泱的一大片 弗拉德担心无法应对 因为黎明即将到来 他的力量也会随之消失 而马瑞接下来的一番话 让弗拉德感到死而无憾 转眼天色逐渐明亮 十万大军已是濒临城下 双方之间兵力的差距 让守卫一个个面如死灰 弗拉德明白他们的担忧 就在他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之际 飞过的蝙蝠引起了他的注意 看着他飞向了修道院的建筑内 他也不禁跟了过来 看着密密麻麻的一群 弗拉德抬起右手试图控制他 没想到只是简单一事 居然引来了方圆百里的蝙蝠 看着这震撼的一幕 马瑞也是感到不可思议 而弗拉德也相似察觉到 蝙蝠就是他手中的武器 只见他大手一挥 无数蝙蝠便朝着十万大军飞去 他们犹如洪水一般吸卷来 被蒙住双眼的士兵 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弗拉德慢慢地渐入佳境 他操控蝙蝠朝着空中汇集 接着变换成一颗巨大的拳头 这是要给大军来上致命一击 有了这沉重的一击 他化作蝙蝠飞入敌军之中 这是想趁此杀了苏丹 十万大军便会不攻自破 没想到苏丹十分狡猾 居然让心腹假扮了自己 原本优势瞬间变成烈士 因为修道院潜入了一支土耳其小队 他们打伤王后抓走王子 直至弗拉德听见马瑞的求救 他这才明白大事不妙 虽然赶来击杀了士兵 但是马瑞却也坠落而下 然而此时的太阳慢慢升起 弗拉德也顾不得那么多 飞身上前想要救下妻子 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这让弗拉德十分痛心 而远处的苏丹则是轻蔑一笑 随即带着被抓的衣国转身撤军 没有了弗拉德的抵抗 城内百姓死的死伤的伤 没想到获得了黑暗力量 还是落得这副气惨的下场 在弗拉德感到绝望之际 瀕临死亡的马瑞发出最后的请求 他请求弗拉德吸食他的鲜血 这样弗拉德就能变成真正的吸血骨 如此请求只因他放不下被抓的儿子 对于爱妻的遗愿 弗拉德只能答应赵佐 只是一旦吸食了鲜血 他也就成了始祖的接班人 这一刻的始祖走出山洞 他不再惧怕阳光 猙獰的外貌也逐渐变成普通人的模样 只是弗拉德却是悲痛万分 平复内心中的愤怒 他来到被攻破的城内 见百姓死的死伤的伤 他咬破手腕 将番茄汁滴入伤者的口中 如此一来 伤者也就成了一名吸血鬼 转眼天空乌云密布 无数道闪电直击地面 而黑暗中走出一道身影 他就是前来复仇的弗拉德 准确地说 此刻的他是吸血鬼德古拉 自从吸食了鲜血 他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凡人 他幻化成蝙蝠杀入驻扎的军营 一同前来的 还有刚才吸食过他鲜血的第三代吸血鬼 他们杀入阵营根本无人可挡 而德古拉也不愿过多纠缠 现在他的目标只有苏丹 以及解救儿子伊国 来到主帅的营帐 没想到苏丹却是早有准备 他手持银制长剑 地上又满是银币 这对于德古拉来说 是一种妥妥的能力压制 然而德古拉并没有因此退去 拔出武器与苏丹交手 只是他的身手显然慢了许多 如此数十招过后 他就处于劣势之中 加上吊着的银币不断散落 这让德古拉感到十分的痛苦 转眼他被苏丹一脚蹬倒 想要起身反击 可却是无能为力 一旁被绑的伊国很想上前帮忙 奈何他此时年龄尚小 看着儿子无助又心痛的表情 德古拉慢慢继续被压制的黑暗力量 在苏丹打出致命一击之时 德古拉及时幻化成了蝙蝠群 本以为杀了苏丹就能了结战士 可是三代吸血鬼却集体叛变 只要杀了德古拉 他们就能成为二代吸血鬼 如此结局是德古拉万万没有料到的事情 好在正直的神父及时出现 他手持十字架出现在重鬼面前 来到德古拉跟前想要带走伊国 虽然德古拉也很是不舍 但眼下只有神父才能保住儿子的安全 完成妻子的遗言 德古拉也不想存活于这世界 他动用力量散开笼罩的乌云 在阳光的照射下 三代吸血鬼拳都化作灰烬慢慢消散 而德古拉同样无法抵抗 随着他的倒下 纷争也就此落下了帷幕 然而这并没有完结 起初在灵中出现的神秘人再次现身 他割破手掌将血液滴入德古拉口中 没想到却是救了他一命 随着岁月的更迭 转眼来到了21世纪 虽然过去了一千多年 但德古拉的容貌并没有变化 而且还能在阳光下正常行走 只是在这茫茫人海中 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来到跟前主动交谈 但女人却想转身离开 不得以他说出马瑞生前最爱的诗歌 对于德古拉而言 看到米娜就等同看到了妻子马瑞 而米娜被刚才一番话触动心灵 短短片刻时间 两人就像认识了许久的情侣一般 只是刚离开 从山洞中走出的十足却是再次跟随了过来 Let the games begin